剛剛發言時間三分鐘 院長還有各位委員 我的發言會非常的間斷 我想本黨團前面幾個委員 已經把這個聲明 基本的立場跟提出來的理由 說得非常的清楚 我必須要老實說 今天早上在院長室 進行黨團協商的時候 我心裡面非常非常的難過 我再說一次 今天早上在院長室 進行黨團協商的時候 我心裡面非常非常的難過 我再強調一件事情 當我們國家在國際參與的空間 遭受到打壓的時候 我們希望對外有一個一致的立場 只有一個聲音 就是作為我們政府最強而有力的後盾 讓他們在國際社會上面發聲的時候 背後有國會 有人民的支持 過去幾次當我們在國際參與 當我們自己國家的主權 遭受到不合理的對待的時候 這一個國會 屢屢的發出重要的聲明 展現了這樣的態度 在國內各個政黨 大家可以有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對外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團結一致 而這一個聲明 在5月23號以前 在5月23號以前 能夠做出來 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因此 我不知道 等一下接下來 會透過什麼樣的程序來加以處理 但是我希望 我也要特別拜託 我們中國國民黨黨團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對於聲明的文字 認為哪裡有不妥 提出具體的修正動議 我們來加以討論 千萬不要再用黨團協商這個制度 想要把這個聲明冷凍一個月 一個月以後 一個月以後 WHA整個大會的事件 就已經落幕了 在我們行政機關代表團出國以前 由我們的國會 發出一個支持的聲明 明確地告訴國際社會 我們拒絕一中原則 捍衛我們國人的健康 捍衛台灣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尊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再次懇請中國國民黨的委員們 能夠深思 千萬不要再用黨團協商這個制度 把它冰凍一個月 讓我們共同為這個聲明 讓我們共同為台灣 打開國際參與的空間而努力 謝謝 謝謝黃委員 那麼大體討論